这个是我家的一个旧床单 是买的成品 爱来医的一个床单 质量非常好 但是呢我们每个月呢 还是要对这个床单呢进行清洗 我们家洗床单呢都是这个洗衣机 洗的时间长了呢 这个床单的话就变得越来越薄了 这个中间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的现象 那么这个大床单呢 这个边上的位置呢 布料还是可以使用的 把这么大的床单如果一次性扔掉呢 感觉还有一些浪费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使用的这个物品 我们利用这个旧床单呢 来做这个枕头的枕心 枕头呢我们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枕心上有发黄的黄字 经常会洗不掉 我们拿这个床单呢做几个双层的枕心 因为我们这个布料呢用的可能比较薄了 所以我们选择用双层布料来制作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来裁剪 这是我裁好的这个枕套布料 总共裁剪了这个八片 我裁剪的时候呢 都是裁剪这个床单的这个边上的布料 中间这个位置特别薄的这个布料呢 和有破损的地方呢 就把它给裁掉了 我们要做这个双层的这个枕套 我们拿来其中的两块布料 先用珠针把四周固定一下 每一个边固定三个点位就可以 把剪好的这个布料呢铺平整 我们用珠针固定好之后呢 再车缝的话 这样我们车缝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好了现在我已经固定好了 我一会儿呢用这个包缝纫机 直接的给它锁一个边固定一下 如果没有锁边机的也可以直接车缝也是可以的 八片布料呢我已经两两缝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拿出两个缝制好的这个面料 正对正放好 我们在这个短的一边给它上拉链 我们现在车缝两厘米车缝一道直线 缝好以后呢我们用手指把这个缝缝给它打开 然后呢我们再找到它的中心点对折一下 我们用这个粉笔做一下记号 我们再找了一条拉链 我们把它对折一下 找出它的中心点 把拉链的中心点呢对准这个我们刚才画好的这个中心点线 拉链的正面呢要和这个缝缝对齐 我们现在使用缝纫机把这个拉链的四周车缝一圈固定 拉链已经缝合好了 这时候呢我们把拉链打开一些 用拆线器把拉链里面这个缝合线呢给拆开 把这个拉链里面的全部缝合线全部拆开 拆好呢之后我们把这个线头呢都给它剪干净 这样我们的这个拉链呢就已经上好了 上好拉链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整套的其他三边 对好 然后呢用这个缝纫机把三边车缝在一起 我们的整套呢就做完了 我们需要把它翻到正面 我们在翻折的时候呢注意要把这个脚给翻好 把这两个缝分呢是一边向后窝一下 另一边也向后窝一下 然后再给它翻折过来 这样翻折过来的脚呢就比较漂亮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脚都翻好 把它整理好 今天呢用这个旧床单做了两个这个整套心 可以把我们这个荞麦皮呢装在这个里面 这样我们的这个旧床单呢又发挥了一个新的一个作用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